兄弟们昨天我们在面粉店 碰见了一个小孩 去了他家看了一下情况 这小孩家住在这个山区 我们开车去他家 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 今天把他们家附近的这些孩子 都叫过来了 这些小孩全部干着一样的工作 这个东西给我看一下 全部撒这个灰的 他们家住在离这个城市 非常远的地方 走路的话需要两到三个小时左右 昨天我们也跟着他们去他家看了 这几个小孩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 非常懂事 这么小的年纪就出来干活了 每个人都拿着一个香灰 这东西就是给你平时吹那个烟 你给他打赏一点钱 一天能挣个几块钱 光是走路的话 一天要走五六个小时 来到这个面店 就是跟这个老板说一下 给这些小孩每个人 公斤的大米 还有五公斤的面粉 让这个五个小孩拿回家 他们家住在那个贫困山区里 之前我是跟着 就是后面这个男孩 去他家看了一下 八米亚开车去趟那个老家 就要二十多分钟 就如果走路的话 至少是两三个小时 他俩是一起的是吧 他俩一伙的 这小孩是他的分店是吧 前几天在小老板那里买 今天来这个浩南哥这里买一点 长发 他这个头发太飘逸了 像这个阿范这头发出去 容易被打不 不会 现在很多人喜欢 因为这是斑斑的 我们给这些小孩 每个人挑五公斤的大米 还有五公斤的面粉 因为他们个子太小了 你给他太多的东西 他们也拿不动 现在多少面粉了 面粉三代了 三代了 这些都是八米亚 这些学生 学生背着书包 咱看看这个书包 书包给我看看 看一下 这书包里面是这个碳 你有书吗 在里面 背包 有没有 这是个学生 就是书都放在书包里面 又要上学 又要出来干活 这个家伙也是 也要出来上学干活 他们把书本放在一个包里面 这个包里面装碳火 一共多少钱 十代粮食 就是五代面粉 五代大米 一共多少钱 5200 把这袋面粉 我们也买了 咱们把五代面粉 还有五代米 送给他们 然后老板说 米还有面不好卖 然后咱们都打包了 然后让他们明天再过来 平分给他们 你跟那个老板说一下 5400是吧 5200 12345678910 5200给你 你们五个明天再过来 然后把这个再拼分给五份给他们 这几个都是山里面的孩子 山里面的孩子出来学习 出来干活 我照顾一下他们 再见 拜拜